講狀態 我就買這個騰擬 因為大家亦都是跟隊的關係 打法相當熟悉 有時看並不好看 因為他不是打表演賽 起板當然是打到對方的弱點 熟悉了 根本連我都練到 誰對方最弱他們都知道 這板球是反手的 一板是直線 打得相當快 決賽方面仍然採取五局三勝制 暫時藤二在大分方面是2比0領先 細分是4比4 換句話 這是第三局的比賽 現在是江家梁發球 看看發球可不可以佔先 一個快推 跟著迫著對面要走空位 這板插下去出界 是很快的 江家梁都摸摸摸的手 好像手軟一樣 亦都打得相當辛苦 一幾日都不停的比賽 而且對手相當強 長長的硬張 那麽反而江家梁是比較好處 因為我覺得是好處 是一個很強的 藤二的對手是比較強的 那麽晚呢 抽籤他比較好處 今晚呢 因為為何呢 剛才那場球的事實上是很激烈的 因為落後之後呢 現在一直追上去 體力付出 心理壓力也較大 那麽但有一點 江家梁有著述 江家梁有著述 江家梁呢 就是打第一場那場準決賽 變成多了一個多小時 休息 休息比較長一點 那麽但 現時那個球員的質素呢 可以講的 打了一兩場球 對他們來說 都可以講的 雖然有影響 但影響不是很大 那麽大家看看 那麽大家看看 因爲中國對中國的關係 整個氣氛呢 就沒有什麽熱鬧 那麽觀眾呢 你說打真球 他亦都是心理懷疑 都不知是不是內定 那麽 那麽如果是不是內定 其實很容易看的 那麽 一位是世界冠軍 那麽理論上 如果真是比教練 當然是說 那麽等他拿多一次 那麽其實呢 那麽他們呢 亦都是要自己 因爲都是要自己 因爲都是希望打起自己的名 有時都打真球 根本 沒理由不打真球 這麽就是表演 9比8了 那麽江家良領勝1分 那麽藤以馬上快攻 藤以的打法 好像 他打橫板 但好像直板那麽 手法等等都好像直板 在桌面就打了 那麽我們看一下 江家良 跟這把正手的快球 是相當好的 這個賽事是很準的 一打過正手 他就馬上反攻過來 打低這個 打低這個 就靠這招了 是 好穩陣 差不多 命中率 百分之九十多以上 行以快球 江家良 那江家良 快推得很快 你說真的就著打 沒有可能打到那麽快 那麽 因爲他們很熟 平時練球都這麽熟 十四比百 領先6分 這板撥得很厲害 一撲過去立即起板 他就像拿直板那樣 桌面打 直板和橫板 有時的角都說好 以往通常乒乓界的朋友 那邊贏就說是那邊著數 記得一個時期 直板的天下 就說橫板沒有前途 有些甚至乎是老前輩 都說打橫板沒有用 那麽其實發展下來 最重要是發展的技術和打法 沒有什麽說橫板好 還是直板好 那麽有很多人說 直板沒有反手 反手攻得不好 直板吃虧 就是看南韓 你看南韓那些 舊時的裝側洞 那些都可以起到反手 看你去不去練 有些說橫板沒有用 又說要兩邊的臂擺動 比較慢些 你看現時的橫板有多快 還有我覺得橫板有個好處 就是拉的位多些 因為左右拉的位 也有人說 橫板因為他的臂 比較厚板的角度 比較長些 控制桌面的角度 比較廣闊一些 也可以說橫板的反手攻球 肯定比直板好 像將軍拔劍 抽抽出來 但是直板勝在怎樣 他容易上手 容易發展 還有桌面球的手腕 可以在桌面攻球的時間 容易一些 這件事的橫板 又落後 十三對十八 雖然是這樣說 但是仍然見到 根從今次世界本來看 幾個橫板處理桌面的球 仍然處理得很好 為什麼呢 他一直打來 都不夠直板 處理得那麼好 他一樣是 正如剛才我說的 你去練 你練當然可以變得好 你不去練 整天患難 你不去練 不去學 當然沒有法子好 但是他們 也都是 不好的時間 沒有法子可以趕上 所以逼著他們要改良 二十十四 然後二十一十四 變成江家良追回一局 這樣大分方面 江家良落後一比二 事實上 以往世界盃來講 江家良只是贏過一屆 看回這個慢動作 大家看著 反手撥 江家良這個快推 又要注意 一個直板 他的手腕擺動得好 按個球 和直出較為直推是有力的 你說這個各有各的優點 直板好 還是橫板好呢 橫板有橫板的好 直板有直板好 沒有說絕對是 哪種板是佔優的 在這個比賽裏面 大家都看到 剛才阿騰爾 對歐洲的選手 波蘭的選手 那個 富哈爾斯基那場 兩個都對攻 兩邊都攻 相當好看 但是江家良 拿直板 亦都可以和谷巴 打得難分難解 五局才是謹慎的 直板和橫板 各有各的好處 不是說哪一樣 絕大可以佔優的 問題是怎樣增加 怎樣去發展自己的長處 盡量去發展 江家良第四局開球 跟著就被騰爾快攻 江家良也都可以攻 一閃身打板直線 如果下桌 威脅力也很強 打法各二 但長處各有各好 一迫著空位 江家良表面看 很多人都說 中國隊都是左推右攻 其實呢 亦都要看下 點和打法 亦都已經改進了 離桌這板 好球 跟著 騰爾 亦都有機會 埋桌 迫著江家良 放高球 江家良 放高球 我相信大家 看得少 他離桌 也可以放 一技術有這樣 也可以放 亦會滿足觀眾 一比二 江家良暫時落下一分 剛剛開始 這樣大分方面 江家良落下一比二 亦都是一比二 閃身 騰爾這板 幾快 好快 好靚 但這板 如果他 那個身 是飆到桌 小小 可以按到球到桌 很可惜離桌 即是他的長處 打近桌 但是剛剛打塞 那板球 離桌小小 所以打塞 有時候 站位都很緊要 還有他都 按住江家良 那個扶手位 和那個中路位 大家 這盤球 第四盤 一開始大家 已經打真軍 不同第三局 那些點 那些落 那些旋轉 都不同了 那一開球 立刻快撥 逼著中路 江家良也 發力推得相當好 仍然是騰爾發球 立刻起板 立刻變 剛才打了斜線位 但這板 江家良 大家也看他 他接發球也很好 比以前更加好 有機會 他打到騰爾離桌 放高球 看得準 這個是首元 大家也要看 我看他這場球 都不是說 照我個人的看法 不是說打得很真 如果大家 不記得 剛才江家良打的正手 第一時間 那球一彈起來 你馬上下 沒機會給你表演 沒得放 第一時間 你根本走不到位 他現在等球高點打下去 就好看 但是他再速度 力度 那個殺傷力 就不夠第一時間打下去 和對方也有時間 對 那個完全不同 而且 變了 他的打法 你已經打慣第一時間 一彈起來 就扣殺下去 為甚麼要到高點才打呢 猶豫呢 這個純粹有少少表演 這些球很快 第一時間打 但是 都是江家良的性格 因為上次 跟我們訪問 世界杯 世界彼音球錶賽 在新得利的人那場球 他自己也說 我一直都有這樣的心理 就是贏幾分 或者在某些環境之下 我喜歡打幾個好棒的 是啊 但是他現在是落後 不是領先 他不是鬆 他比較上 有可能是 大家隊友的比賽 變成競爭性沒有那麼強 如果真的外國選手很重要 因為這場球 冠軍就一萬六千元美金 是啊 而亞軍就八千五百元美金 那麼相差 足足有七千五百元美金 就是幾萬人方人 五萬多人 你不要說真的 得數都幾厲害 這個球放短球 沒有理由這樣放 對吧 那麼這場球 大家都著重表演的技術 照我的個人的看法 如果放短球 應該壓低很多 而且放完之後 通常我們做球員 放完之後 集定馬 集定馬 來殺第二把 沒理由放完之後 自己還要離開 將桌子退開 這些對攻 這些表演 如果是比賽 他剛才當然是打板中盧 然後逼對方離開位 就是打空位 好漂亮 真的很漂亮 有快有勁 因為如果你打到正手 對方的基本功那麼好 肯定可以打回來 江家良 江家良買滿滿汗 那實際上也打得很辛苦 一對谷包那場 真的打得很高 兩個都… 傻了氣 兩個都… 打過長球 都打足五圈 江家良發球 藤以馬上快攻 藤以的技術 按照我看 成熟了很多 比以前更加露面 還有冷靜 我以為真的最重要 你說他脾氣壞 他打完球的人壞 他一埋桌的人 很冷靜 越來越成熟 你的反應很快 一打他正手 他雖然沒有打回頭 但他立那一下 那一下快擋 是相當快的反應 這把你先重下船 插過去先 技術越來越全面化 但都中華隊 有擔心的地方 數來數去只有三個人 江家良 藤以 陳龍燦 藤以這次 就是補選陳龍燦 因為陳龍燦 那隻手臂受傷 教練說 讓他在四川休養一下 不要再出來打比賽 就讓藤以代替了他的位置 這樣 想不到我能夠入決賽 那這個 因為中國的運動員 也是服從性很強 他上頭教練說 要休息就休息 如果其他外地 他有機會比賽 他肯定要去打 而且有這麼大的獎金 那中國隊的教練 他說陳龍燦 是受傷 那有可能是受傷 但如果作為中國隊的教練 有可能 如果我做教練 我都派阿彤以出去打 為甚麼呢 一個直板 一個橫板 兩個打法不同 對自己整個國家的形勢 較為有利 如果陳龍燦輸得 即是江家良輸得 江家良輸得 江家良輸得 那事實上也證明 這次教練有沒有彈錯 應該兩個不同的教練 去參加一個賽事 一個單一個營類的教練 這些球 你看彤以都很輕鬆 剛才那個第一板 應該是集定馬打的 江家良放高球 放到桌尾的 他們放高球的技術 也都很穩陣的 你看彤以跳起 跳起就甚麼 打下去那一刻 押著那個 不是很大板 如果比賽 就不是打這些點 還不打板那邊的大國 自己人呢 著重表演多一點 十九十三 看來彤以都代用 一萬六千元美金 但是呢 就要給國家隊先 那我相信 他都會有 拿到一定的獎金 還有呢 其他國家運動員來講 就要給那個熟會 就抽涌 抽了涌之後呢 然後再分給那個球員 那中國國家隊方面 當然是給國家隊先 然後就 分一部分的錢 拿來買這個器材 二十十三了 那彤以看來都 那彤以發球之後呢 就看有沒有機會去 打這場賽事呢 就是 可以贏了這場賽事 他仍然開球 一開球 一迫迫著 有一板很漂亮 反手直線